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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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倒外角把球送出 額外野拳壘打槽 七月份打擊手感冷冰冰的 楊帶綱八月份可謂大復活 滿頭座重播 上週對上反省的比賽 當時楊帶綱完全無懼變速球 讓巨人拉近比數 而這樣子火燙的手感 並非昙花一現 因為接下來 對上廣島李宗盛的比賽 楊帶綱的炮火 可是一天比一天猛 杜麥居然對陣李宗盛 關鍵系列賽 他再度展現大炮成熟 來天 一天 五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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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出本季第七號拳內打 順便幫助巨人免於一場敗仗 七月份打擊率跌到兩層零八的楊帶綱 一度被陣中後背彤信聖之界 給取代掀拔位置 回到場上後楊帶綱連兩場比賽開後 讓他生涯累計拳內打數 已經來到九十八支 倘若再敲兩支 就能追上前央連拳內打王 同時也是台將的陳大風 成為台灣史上第二個 在日之達成百紅的選手 不僅如此 楊帶綱的安打數目前 也累積了一千零七十九支 距離陳大風的紀錄只差十支 國上紀錄都有望超越 但救贖被三陣這個選項 最讓球迷不樂見 因為楊帶綱生涯目前 累積了九百九十四次的三陣 倘若再被K掉六次 他也將成為台灣第二位 達成千K比成倍的選手 無論如何日本職棒 敗入前進季後賽的最後階段 楊帶綱在場上的表現 對巨人來說可謂牽一髮動全身 三陣新聞更有報導